最近小新的正在追悟动漫啊 哎 一人之下 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的啊 今天我偶然发现 他竟然和新小五将我手又联动了 这个宣传动画啊 上来就是宝儿姐跟王爷 看来这波联动是以宝儿姐跟王爷为主了 那想必宝儿姐跟他们的主角之间肯定有波对战 说真的 有点期待游戏里面联动的内容呀 来来 咱们先把宝儿姐解锁了 这身衣服这么特殊 你们肯定能一眼认识出来 应该是动漫里纳通通的工作服 从外表来说 我还原度我要给8分 大家综索我呱 这口音还是四川口音啊 看来制作者是很有情因了 那咱给加0.5啊 8.5 8.5啊 那某位气来了 宝儿姐如果使用呢 这次新交交互出了一个援护系统 人物不仅仅是熟性上都要增强 还可以在你爱老的时候出发反击 目前有两个人物用的援护 宝儿姐跟风心阳 来咱们看一下效果啊 风心阳呢是用剑气的敌人 逼造成范围伤害 感觉看起来有点简单普通 而宝儿姐是用七弓波进行攻击 是不是非常帅 打完走的时候 还把吊顶上的帽子捡起来了 这个也太细节了 喜欢这个游戏和一人之下动漫的 一定要深夜体验一下 除此之外 游戏还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 步步惊主 咱们化身成为蜡烛 躲开年兽攻击 最终血量最高的获胜 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黄色蜡烛是咱们 红色是对手 场上每个人都有10个血 每次受伤都会掉一个血 这有个技能啊 失口弓 走过去给对面试一下 直接吹开 上有道具10了 这个呢是传火啊 需要将火传出去 不然自己用受伤 小失误了一下 没传出去 黄色要发起攻击了 现在火在对面身上 咱们直接一个冲拳 把它击晕 我去 开了个加速 好想好想 差点传给我了 前面又有个技能 腾牌 这个技能可以让咱们无敌三秒钟 待会黄色要攻击了 还把其他人给眩晕了 来来 咱们开个腾牌 哎 别 火又到咱们身上了 开个加速传给别人 对面也开个加速了 又没传出去 时间到了 最终还是以一个的血量获胜了 在武侠世界闲来无事 跟朋友玩玩新活动还是很不错的 喜欢这款游戏的 可以点击下方议带下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